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汉代东西方军队的碰撞,战俘流放地中,居住者疑似其后代,在古代中国的秦帝国之后,在西方,罗拉帝国也随之崛起。 那个时候世界上东方的汉王朝称霸世界,而西方罗马帝国不断强盛壮大起来,其军队实力也享誉地中海以及中东。 虽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,二者都希望能够通过更大更多更有效的途径,获取到对方的信息。 但是迫于当时海路还未开。 通而陆路间又有山川阻隔,且路途遥远,很难走到一块儿,因此实际上那个时候,东方和西方的联系是十分少的。 但是当时,二者对外征战的经历却没有断过,这其中也发生了十分巧妙的,疑似为民族融合的事情。 在前五十三年,罗马有一位将军,带着他的几个军团,决定对当时罗马的敬敌安息国出兵发起战争,然而当时的安息国十分强大,军事实力也比较雄厚,这次初中也没有获得凯旋。 而,他的军队打得四处逃窜,他自己也在这次战争中,被敌军杀害身亡。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,带领着残余的六千人,躲过了安息国军队的追杀,然而远在中亚地区的他们,并不通晓这里回到罗马的路途,他们迷失在了茫茫的高原和荒漠当中,他们的故事也告一段落。 到了前三十六年的时候,当时的西汉,正值与匈奴打得火热,西汉也不断地派遣军队与匈奴作战。 而这一年,他们俘虏了一支匈奴军队,其作战方式与匈奴的骑兵,有本质差别,他们是一支步兵军队,他们的军队有着严格的作战阵型,外部的防守极其严密,边防守边成进攻之势, 古人形象地把它称之为鱼鳞状阵型,而在四周的防守,被称为牧城防守。 从以侯学者的推断上看,这支军队的作战方式,更像是罗马的步兵阵型, 自此有人也感觉到,这一支军队可能就是当时失散在茫茫大漠之中的罗马军团。 他们当年迷失在了安西国境内,为了逃避他们的追杀,便一直往东前进,却不凑巧地进入了匈奴国。 但进凉绝之时,他们靠着抢劫,掠夺当时游牧部落的食物生存下来,或者他们通过某种方式,并入了当时的匈奴的军队,成了旗下的一支军团。 最后他们与西汉的军队相遭遇,由于人数和作战方式上的差异,使得他们落于下风,从而被西汉的军队俘虏。 被西汉的军队俘虏之后,他们有很多人都投降了,愿意归于西汉。 于是在当时甘肃的某个地方,皇帝化给他们了一块地区进行居住。 那个时候,这个地区被称为离间,而长此以往,他们就在这里生活,娶妻生子延续至今。 在今天,这个地方已经消失了。 经过多年的考证,当时他们的居住地,已经转移到了现在甘肃省的准来寨,在这里生活的人们,至今保留着许多不是东亚人特有的体貌特征。 比如他们的身形都比较高长,眼睛的瞳孔呈蓝色,拥有比较深的眼窝,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棕褐色的,但是在语言上,他们仍通用汉语。 在上千年的与民族融合当中,他们已经在生活习性上,与中华民族没有了差别。 但是有些细微的差别,至今还保留着,可以作为,这是外来民族的证据。 在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有着西方人的外貌特征,其中还有很多是黄色发质的,他们在安葬死人的习俗上,也有独特的地方。 当老者去世的时候,他们棺材的头都是朝着西方的,很可能说明那是他们祖先来源的方向,并且他们对牛有着很高的敬意,这也和西方人的耕种相通。 无论怎么说,当时的那支罗马军队,在中国已经有了休养生息的路途,就是一个值得感慨的话题。